欢迎大家收看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快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只要巴勒斯坦人想要消灭以色列 就不可能有和平 大卫之心在柏林住宅上被涂鸦 令人不寒而栗地回想起纳粹罪行 拜登政府担心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入侵 可能引发的后果 以色列前英超联赛球星表示 英族总站在历史的黑暗面 我们为一场我们从未想要的战争付出代价 在逃离加沙城后 巴勒斯坦难民们这样说道 请大家收看 只要巴勒斯坦人想要消灭以色列 就不可能有和平 英国美日电讯 巴勒斯坦事业从来不是为了寻求摆脱占领 或改善生活条件的自由 而是为了摧毁约旦河和地中海之间的犹太国家 以色列前政治家艾纳特·威尔夫写道 西方人将理性的目标投射到巴勒斯坦事业上 比如独立或结束占领 但这些目标与巴勒斯坦领导人的真实目标不一致 威尔夫认为 是时候面对巴勒斯坦事业的真实本质 努力击败他并重新塑造其精神 大魏之心在柏林住宅上被涂鸦 令人不寒而栗地回想起纳粹罪行 英国美日电讯 柏林的多个住宅遭到了大魏之心的涂鸦破坏 这让人联想起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所面临的迫害 这些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德国首都犹太社区安全的担忧 德国警方报告了四起案件 至少有一起案件确认有犹太居民 这些事件正在被调查 可能是仇恨犯罪 这种破坏行为被视为对上世纪三十年代反犹行动的有益模仿 当时纳粹的宗山队用大魏之心标记犹太企业 拜登政府担心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入侵可能引发的后果 英国美日电讯 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地面入侵引发的后果表示担忧 尽管公开支持该国与哈马斯的战争 尽管拜登总统承诺向以色列提供其应对袭击所需的一切 但人们担心没有关于接下来该怎么办的计划 政府正敦促以色列制定一个潜在摧毁哈马斯的计划 人们对加沙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感到焦虑 并担心战争可能蔓延到整个中东地区并变得更加紧张 伊朗外交部长警告说 如果以色列不停止对加沙的攻击 真主党已经准备好了一些情景 以色列前英超联赛球星表示英组总站在历史的黑暗面 英国美日电讯 前英超联赛球员约西·贝纳尤恩批评英格兰足球协会FA 拒绝在最近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的恐怖袭击事件后 用以色列的颜色点亮温布利拱门 贝纳尤恩表示 FA未能像对其他国家的恐怖袭击和灾难那样纪念这些袭击事件 FA还未能听从英国政府反犹太主义顾问曼恩勋爵的呼吁 将在这些袭击中丧生的英国公民的名字投影出来 我们为一场我们从未想要的战争付出代价 在逃离加沙城后 巴勒斯坦难民们这样说道 英国美日电讯 随着加沙冲突的持续 缺水和断电问题正成为一场重大的人道主义危机 上周六 联合国警告称 以色列切断了加沙地区的供水和供电 导致加沙的水处理厂停止运行 可能会爆发水船疾病 联合国还表示 人们现在正在消费农业井中的咸水 这引发了严重的疾病传播的担忧 同一天 一名电讯报记者发现 汉尤尼斯的商店和市场的瓶装水已经卖光 以色列已经保证了加沙市南部 两条主要道路上平民的安全通行 然而 上周五 一次对平民车队的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 其中包括一名小孩 周六 一条道路上发生爆炸袭击 袭击了难行的汽车 情况非常不稳定 加沙人不确定在南部是否更安全 此外 埃及当局在周六早上用水泥障碍物 封锁了加沙唯一的非以色列边境 有报道称 埃及和以色列已经达成协议 允许外国人和双重国籍者离开加沙进入埃及 但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会实施 情况非常紧急 需要提供进一步的人道主义援助 来帮助加沙人民度过这场冲突 外交部长宣布计划帮助加拿大人 从约旦河西岸撤离 多伦多星报 根据加拿大外交部长梅拉尼 乔丽的说法 加拿大政府正在努力撤离加拿大人离开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 早先计划通过与埃及的边境口岸 让外国人离开加沙的计划已被取消 以色列政府已经批准加拿大人离开加沙 但还需要进一步努力确保他们的通行 大约有160名加拿大人及其亲属仍然滞留在加沙 一个新计划已经实施 允许约旦河西岸的加拿大人乘坐巴士 从拉玛拉前往约旦安曼 最早从周二开始 这个计划已经得到了约旦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当局的授权 一位美国母亲和他的女儿在以色列失踪了 他们的家人表示哈马斯正在扣押他们 多伦多星报 据报道 Judith Ronan和他的十几岁的女儿Nathalie Ronan 在以色列遭到哈马斯寂静分子袭击后失踪 两人当时正在庆祝犹太节日和一个亲戚的生日 之后被绑架 他们所在芝加哥北部的社区感到震惊 并为他们的安全担忧 家人们描述Nathalie是一个善良爱动物的人 并为他们的安全归来祈祷 黄金机会被流浪的福克斯错过了 悉尼先驱晨报 乔什、阿多卡尔、Josh Adokar 未能出席一次高级会议 讨论他在足球生涯结束后的事业 这让坎特博雷狗队 Painterbury Bulldogs和澳大利亚橄榄球联盟 ARC主席彼得、弗兰迪斯、Peter Vlandis 感到失望 阿多卡尔因为入选澳大利亚总理13人队 而退出了会议 并为自己参与库里淘汰赛 Corey Knockout的斗殴事件道歉 阿多卡尔的行为 让狗队官员和菲尔、古尔德、Feel Good感到失望 古尔德曾建议阿多卡尔在俱乐部的最后几年 和退役后成为土著橄榄球的代表人物 与此同时 本、亨特、Ben Hunt 承认2023年对他和圣侨治伊拉瓦拉龙队 St. George Ilawer Dragons 来说是一个令人遗忘的一年 亨特曾试图立即离开俱乐部 他表示自己相当稳定 并期待与新教练谢恩、弗拉纳根、Shane Flanagan合作 最后 特维塔、潘盖、小 Tavita Pong IGNR 建议参加拳击比赛的橄榄球运动员 不应该享受俱乐部的保险 因为澳大利亚国家橄榄球联盟NRL 继续反对球员之间的斗殴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让我们来简要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 首先 我们了解到巴勒斯坦人的真实目标 不是追求独立或者改善生活条件 而是摧毁以色列 这一观点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其次 柏林多个住宅遭到涂鸦破坏 这让人们联想起纳粹罪行 这种行为令人震惊 也引发了人们对德国犹太社区安全的担忧 拜登政府对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入侵表示担忧 尽管公开支持该国与哈马斯的战争 人们对后续的计划和加沙面临的人道主义危机 感到焦虑 英格兰足球协会被批评 未能纪念哈马斯对以色列平民的恐怖袭击事件 这引发了舆论的争议 人们呼吁FA采取行动 来纪念这些袭击事件和受害者 随着加沙冲突的持续 人道主义危机日益严重 缺水和断电问题 引发了对加沙人民安危的担忧 加拿大政府正在努力撤离加拿大人 离开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 Judith Ronan和她的女儿 Natalie Ronan在以色列遭到哈马斯袭击后失踪 家人们非常担心他们的安全 最后我们了解到一些澳大利亚橄榄球运动员的近况 包括乔石阿多卡尔本亨特和特维塔潘盖 小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相信大家对这些新闻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请大家积极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的问题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